鳴嘴寶寶 GO 嗨 宜蘭的朋友 我來了 史上最可愛的寶寶在哪裡 在這裡 小鹿寶寶 小鹿寶寶 你看他才六個月 但是卻穿得跟一個小時髦的模特兒一樣 哎呦 時髦的寶寶 配時髦的女兒嗎 沒錯 轉一圈 女人一直呈現很呆萌的樣子 爸爸 今天是為了慶祝外婆生日 嘿爸爸 我說我是阿姨最喜歡的小鹿寶寶 小鹿寶寶 欸我只要唱任何流行歌 他都會笑喔 我來唱龍流連他也會笑 龍流連怎麼唱 一個紅紅的 社會不會左右開 年輕人的左右路 對 感覺是為了愛情 來浪流連 有沒有 有沒有都出很可愛笑 他最近很喜歡鳴嘴 鳴嘴寶寶 GO 小姐請問要去哪 我要來睡個日光浴 不要吵我 變菜龜 一秒變菜龜 未知的爬山行程 超多血泊的 不用 很美 超像一個小法國的感覺 雖然我是沒有去過歐洲 嗨姐姐 哈囉 超美的 剛剛一度因為就是 上山的時候 沒有那個接駁車 一度是有一點想放棄 但是上來以後就覺得 欸真的蠻美的這樣 你看這些藤蔓的牆壁什麼的 喔 超美的啊 然後重點是今天 應該是這禮拜唯一天好天氣 耶 小鹿爸爸 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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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愛的 超美的 這一間叫什麼 這間叫什麼 假槓的藍珠寒 所以應該非常非常非常的好吃 門口全部都是假槓藍珠寒 所以應該是好吃的 直接吃一口看看 我們哪人有蘸辣醬 嗯 嗯 是脆的 感覺是脆的 是脆的 Oh my god 好好吃喔 超脆 這一根多少錢 30 嗯 哇 先入住的是塔塔米套房 寶寶沒有人要抱你耶 沒有人要抱你啊 登登登登 穿好浴衣了 然後我們要去做SPA 因為媽媽生日 所以姊姊跟姊夫 讓我也跟著來 哈哈哈哈哈哈 非常的漂亮 但是 氣氛酷很糗 在這 按完膜了 然後咧 給大家看一下夜景 也不是夜景啦 現在是蠻亮的 登登 就是很 靜密的感覺啦 然後這邊有 椅子 然後這邊呢就是 可以泡湯的浴缸 登登 然後我姐訂的是 一個是塔塔米 所以她等一下會來幫我們鋪床 那另外一個 等一下再帶你們去看 這樣 就是我跟我媽睡的是另外一個 這邊是寶寶的 然後因為都有先預約 所以都會有寶寶的備品 這樣 然後剛剛按完膜之後 他們就送我們一些備品 什麼 結果其中藥是這個 我一拿出來我就說 那是北偉的 他就說對 是北偉的小 那個禮盒耶 我記得裡面是有 肥皂跟一些 米醉的小樣這樣 非常的舒服 然後在房間裡面都會穿這個 然後在大廳也可以跑來跑去 因為他們是有那個 溫泉的 可是因為我跟我姐MC都來了 所以我們就沒有辦法泡澡這樣 小心 第一次坐在自己小餐餐的寶寶 好棒棒喔 吃米筆 好吃耶 第一次上桌吃米筆 第一次上桌吃米筆 那妳拿到第二次了 剛才吃過 我自己拿喔 開始吃誰的西瓜 這個是毛毛的 好吃嗎 咩咩咩咩咩咩 服務超級好 他們剛剛還問小鹿可不可以吃那個副食品 他們煮那個紅蘿蔔南瓜 的那個十倍粥 要給小鹿吃 好吃嗎 因為我不敢吃生魚片 所以請他們幫我吃小鹿的醬 欸好了 不能泡湯就來泡腳 好 超級無敵燙 小鹿你喜歡嗎 小鹿喜歡嗎 喜歡嗎 小鹿不可以燙所以要站著看 喜歡嗎寶寶 還好是不是 現在是八點五十 我們要去大廳聽那個 音樂會 小鹿期待嗎 好像還好 腿聽糟糕 小鹿只在乎 能不能吃到他的腳 對於能不能聽到這音樂這件事 他是還好 怎會忍不得 合完 你們肚子 動歌喔 火跌一下好的 哈哈哈 好讓我們一起跟爸爸說一聲 生日快樂 方先生 爸爸冷猜見 好了再見 掰掰